好,又来到我们的投注界面了 继续和大家来说 来到10月9日,星期日,沙田赛马日的赛事 今次我们的这个系列叫做 爆冷场合,买铁三角 和大家买三只马匹 至于今次我们买到的场合 就是这一场的第一场 这一场第一场就是我们的 四班泥地1650位的赛事 在今场马上 其实有一只马 看起来好像在未来一场 就肯定赢了一样 就是这一只7号的皮具之星 这一只皮具之星 今次的配搭是非常完美的 其实你看到 这一只马今次排组一档 配潘顿 冠军骑士 还要是最近跑第二 这一只马最近的第二 其实就是说 跑这个沙田的 1650米 泥地 四班赛事 即是说 跟未来一场 一模一样的赛事 重要 其实这一只马在上场的第二 就是说 赢过未来同场的好几匹马 他赢过未来同场的大道致政 还有那只创建群鹰 即是说 这只皮具之星上场 已经赢过未来同场的两匹马 所以以马论马的话 这只皮具之星在未来一场 肯定是说强的 基本上 你看回未来一场 他这一个配搭 即是说 最近跑得好 还要是说 潘顿还要排组一档的配搭 在未来一场 其实他怎么输 看起来根本就没得输 这只马 完全是说强配的 是吧 摆得潘顿上去 很明显就是说 想帮这只马开齋了 还要这么好彩 抽着一档 抽着一档 基本上你不需要担心 什么东西涉毁 那些问题 是吧 一定能够贴着条欄 省了 所以这只马肯定是说大机会的 是吧 我相信也是说 很多人 第一只已经选这只马了 那说真的 本来我们第一只 都是说想选这只皮具之星的 因为他真的 这次的配搭太完美了 你对比起其他同场的马 喂 其他同场的马 他们的赛绩 完全是说垃圾了 是吧 喂 这些绿根那些 跑了包尾 勝利侯王这些马 又是跑了包尾 包装大胜 又是跑包尾 飞轮转王这些都不例外 跑第九 那之后 创建群英这些又是 其实很多马 今场的赛绩 怎能够跟这只皮具之星比 是吧 怎样比都比不了 所以本来我们都是说 想选这只马 觉得这只马 都不能输 但是 再仔细点 留意这一场马之后 我觉得 其实今场马 是说 有机会爆的场合来的 这场马 其实都未必是说 那么简单 再加上 这只皮具之星 表面条件这么好 在未来一场 九成做热门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 他做一只大热的话 其实实际上 不是说那么值得来买的 因为这只马 事实上 他跑了很多次 都未赢过的 他是未赢过的 那 未来成为一只大热 其实都不是说 那么值得来买的 还要再加上 其实 他比起 他上场的第二 今场马 都是说加了磅 那今场马 都是说 要背着124磅 那就是说 比上场重了6磅 那重多6磅 来跑 那能不能够 又再跑到第二 那 我觉得这一样东西 都是说 要再想的 所以这只马 成为一只大热的话 那我真是宁愿博分同场的其他马 那因为今场马 真的有些马 就算最近赛职很垃圾都好 其实来近这一场 他都是说 会有机会的 那 至于说的是哪些马 那 今次我们第一只会选到的懒马 就是这一只 最近赛职真的非常垃圾 不断跑了 那些第十二 第十四 第十二 甚至说第十的这一只 五号 绿灯了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这只绿灯 来到去买呢 那我们先来到去看看 这只绿灯 那个赛职線 那这只绿灯 其实他赛职 都不用怎么看的了 是吧 那因为摆到明了 就是垃圾的了 那最近都不知道 跑了什么回来的 跑第十 跑第十二 跑第十四 那基本上 长长包尾 那也都是说 经常胜做一只懒马的 那他都没试过 做一只十倍 流下的马 是吧 每次都是百多倍 八十多倍 九十多倍 那甚至说最热的那次呢 都五十倍 是吧 这只马下了四分都五十倍 是一只极之懒的马来的 那这只马 最近跑到这么差 又是说 经常胜做一只懒门的马 那但是 为什么今次我们都会选他呢 那选他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只马 够懒先了 是不是 那他落到四班 都有五十倍 那今次又是跑四班 那我相信这一只马 都有这么上一倍的了 那随时成为 这一场最懒的那只马 所以我觉得在赔率方面 这一只马 是说相当抵博的 是的 那就是因为觉得这一只马 抵博了 今次好分了 那我相信他不会 又出现那些 奇奇怪怪的情况 是吧 不会又热过那只皮具之星 是吧 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应该 如果这样的绿灯 都热过这只皮具之星 直接买到这只皮具之星 就可以了 是吧 但是我相信应该不会 是吧 所以就是说 这只绿灯 今次我觉得他很赔率的 所以就是说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他很赔率 好分 我觉得值得买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只绿灯 事实上 不是真的这么差的 它不是说 跑泥地没有了道 跑四班没有了道的马 来的 那大家看回 其实这只马 曾经都试过是说 跑泥地的 跑泥地 一六五零米三班赛事 那当时这只马 就是说 跑过第十二 是吧 那么 跑泥地 但是为什么都说 这只马跑泥地 不是说一只那么差的马呢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来看 你看看这只绿灯 到底之前 跑泥地 一六五零米三班的时候 为什么会先输 那看回他 为什么会跑第十二 那绿灯 其实就是这里的 这只 五号马匹 那啊 橙色帽的这一只 那你见到 其实现在 骑斯头段呢 就将这一只马呢 側前了少少来跑的 那啊 但是因为前面 太多快放马的关系啦 它已经是说 被人顶了一个五六碟 来跑的了 是吧 前段啊 前段时间 一直走五六碟的 是去到尾 喂 骑斯觉得前面真的太多马了 所以才是说 要缩 缩回去 后面 那现在 包尾的位置 来跑的 那现在就是说 走着个二碟的 是吧 所以其实这一只马 头段就是说 试光了 去到转弯 入直路的时候 那因为它 流后了的关系 前面又多 一大堆的 快放马 前领马 是吧 前面那堆马 整堆啦 总之前面那堆马 就是一大堆的了 那所以其实 前面都有一大堆马 是透出了的了 那啊 而这一只绿灯呢 就是说 比较被动少少少 那就是说 流到很厚的 那之后呢 还要 其实因为它 今场马 被动的关系 它其实 最后是说 有少少少 出现失车的情况 这一只马呢 其实是说 要在里面 慢慢移出去 来对跑的 因为前面这些马太多了 它顶鬼住了这只绿灯的跑线 搞到这只绿灯 根本上就 騎不了 不能够在这里出 那就搞到 稀威心要在外面来 去騎咯 由内囊走出去咯 但是走出去之后 其实都差不多到 终点了 所以稀威心 最后那几步都是说 只推的了 都没有什么 怎么骑过 那就回来 最后就是说 跑过第十二 所以这只马 其实是说 这样才说 输了 头断虚了 还要是说 被前领那些马带掉了 他这场马太被动了 那他才说输了 那最后真的没有骑到的了 这只马 最后 稀威心都是只推的了 所以这只马 是这样才跑过第十二的 那你说 这些这样的第十二 到底能不能够做得准呢 那我觉得这些赛事 其实就不能够做得准的了 因为根本上 他就没有骑过那么快 所以就算之前 他跑得多垃圾都好 跑过第十二也好 那我都不会觉得 这一只马 是说不懂跑泥地的了 那因为事实上 我觉得这一只马 是一只 不算是说太差的马来的 未至于真是说 打到不懂跑的马来的 那因为这一只马 其实在外地的时候 是说跑得几好的 他无论是1200米 或1800米的赛事 这一只马 都是说赢过的 那 就是说 其实他能够跑到的途程 都是由1200 到1800 那1600米 他都曾经 试过跑得好 跑那些二级赛 他都能够跑过第三 那所以这只马 其实实际上 我觉得他 不算是说太差 他在外地 根本上 经常性能够 跑那些级赛 都能够赢得到的 他在南非 他在南非跑过一场 1800米三级赛 赢得到的 1600米二级赛 跑第三 1800米一级赛 跑第二 所以其实他 之前的成绩 是说不差的 还要是说 擅长跑变化地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性能都是说 比较广泛 比较广泥草 他应该都是说 会跑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不算是说 一只太差的马 来的 这次跑回 这个泥地 1650米沙田 我觉得是说 挺适合他跑的 还要这次是说 降班 降到四班跑 这只马 之前说的 都是跑 二班三班赛 这次降班跑 降到四班 其实是说 最适合的 降四班 它是有好处的 这只马 是平分好处的马 由之前2021年 这个马贵 83分 减到现在都46 你看看 减了几分 减了三十几分 减了三十几分 我觉得这只马 评分非常好处 还要再加上 这只马 真的会跑泥地 那为什么说 这只马 会跑泥地 因为你真的 看回这只六根 之前的试集 其实这只马 曾经在2021年 11月9日的时候 它试过货集 你真的看远一点 看回2021年 这只马 试过沙田的泥集 是说跑第一回来的 它是说很轻松 就能够跑到第一回来的 所以 我觉得它跑泥 是适合跑的 跑泥地 是适合跑的 这只马 不差的 还要在最近 最近都不差 最近 又说 沙田泥集 这只马 都能够跑到第二回来的 是吧 又是不差的 连续两货集都 不是说 它之前 会跑泥地 是说试得比第二 所以 我觉得 这只马 降到四班 跑泥地 也是说很适合它 这只马 其实是说 有爆的可能性 它这次 下班 下班 跑它 擅长的泥地 我觉得 可以来试一试 试一试 又够懒 这次还要是说 搭着二档 它搭着二档 其实你跑法 可以是说 弹性得多 这只马 其实有前速的 刚刚都给大家看过 这只马 其实之前在三班的时候 稀威心 就将这只马 打算側前 少少来跑 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 很可惜的是 前面太多快马 走 还有它排着十二档 的关系 它搶不到 搞到迫着留后 但是今次 这只马 排着二档 再加上小马 只有十只马 其实它应该是说 能够抢到前来跑的 如果它能够 抢到前来跑的话 学回它最近的试集感 放回前来跑 我相信这只马 有机会是说 变身也不奇怪 随时就是说 側前一点 用一个主动一点的跑法 但是后面的对手 随时真的爆这只 因为这只马 它的配备是说 有点转变度 它说特意加了个眼罩 而这个眼罩 苏伟然我相信 它不是随便加上去的 它这次加了眼罩 是说仿照 它在外地的时候 那个配备 因为在外地 它跑的一级 二级 三级 跑得好的时候 它正正就是说 戴着眼罩 这次特意加上个眼罩 那我觉得 真的有可能变身 那这次还要用 何宅瑶 骑上去 何宅瑶 其实最近都骑过这只马 一次的了 都应该会知道 这只马 到底是怎么骑才适合的 所以我觉得 今次这只冷马 都可以试试 博博就比博二 所以我们第一只会选到的马匹 选回这只5号的绿灯 来试试 好了 讲完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择到的马匹之后 就来说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我们第二只会选到的 就想试试 这只9号的领航传奇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这只马呢 其实都留意了这只马很久的了 之前在3月27号 已经是说 开始留意这只马的了 这一场马上面 其实这只马已经开始有走势了 平着48分 它已经有走势了 大家可以看回波件事 当时是怎么骑 其实这一场马 就是说 它排着个十四档 烈档 蓝衫蓝帽的这只就是它了 其实这一场马呢 波件事是说 完全虚了这只马来骑的 你看得到 它走着个五碟来跑的 沿途一直走着个四五碟 走着个五碟来跑 搞到这只马 最后才是说 跑第九分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这只马 在港市 就已经是说 开始来了 开始是说有分 走势了 之后你都见到 这只马去到4月10号 就跑第五回来的了 都越跑越近 越来越进步的 这只马都是一只 越来越进步的 还要再加上 这只马 都是一只不断减 平分的马 减到现在42 由之前48 50分 这些平分 减到现在42 都是说 着数了6分 8分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去到现在的平分 其实就是说 差不多时间来了 最主要来说 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见到这只领航转旗 最近那副试集 是说试得不错 这只马 最近在9月23日 试过泥杂 沙田泥杂1200米 这只马是说 很轻松 是极其轻松 这样 来到去跑第一回来的 今次它转程 是吧 转出场地 去跑回沙田泥地 突然之一根转去泥地 最近泥杂又试得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它有机会是说 这只马 这只马 这次还要排着三档 打完王牌 我觉得可以来试一试 所以我们第二只会选到的马匹 选回这只9号的领航转旗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头两只会选择到的马匹之后 就来到去说 我们第三只会选择的马匹 我们第三只会选到的 就想选回这只四育的大道置证 为什么今次要选这只马 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只马 其实跑泥地 它也算是稳定的 这只马经常跑泥地 1650米 四班赛事 甚至说 三班赛事 都是跑近 跑四班都跑第三 都有一个很稳定的赛事 出现了 经常跑四班 它也跑近的 这只马 虽然赢不到 但是都是说近的 它很多时候就是说 后上 刹上来 是跑得非常之好 今次是说 用苏绍暉 我觉得是说 适合它 因为苏绍暉 大边大边斜下去 其实这些后上马 是说非常之适合的 所以我觉得 今次回答它 这只马 有机会是说 赢马都不出奇 所以 就是说 想试试一试 第三只会选到的马匹 都选回这只四号 大道置证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会买到哪三匹马之后 来说回我们的投注策略 今次我们会买到的彩池 就是 连赢及位置 这个彩池 就把我们刚刚提及到的 那三匹马 用这个彩池 去做一个铁三角 护穿它们来买回就可以了 护穿它们来买回 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和我们同路的话 都不妨试一试 这一条铁三角 在未来这个赛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在这里祝大家赢多一点 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share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